歡迎大家收看喬寧日誌 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天的喬寧日誌 今天呢要去跟朋友吃一個韓國的料理 它是吃到飽的Buffet 然後它是火鍋跟烤肉都可以吃 那這個影片很推薦給大家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吃烤肉 尤其是在中秋節 那在新加坡的朋友們可以討論一下資金店 那我今天跟我們的出睡覺 它是蒸太離譚的 OK 那我們現在換衣服走吧 好 我們今天來韓國烤肉店 這間韓國烤肉店叫做Show Garden 然後它有阿拉嘎跟Buffet 那我們今天吃的是Buffet 那我們可以吃到五點 那這邊有很多的菜喔 像是雞肉 牛羊 海鮮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韓國的一些小吃 那我們今天火鍋是點兩個湯 這個是藥扇湯 這是牛奶湯 然後這是烤盤 所以這是火鍋跟烤肉兩吃 火烤兩吃 OK 這間韓國烤肉店 它現在Buffet的用餐區 以前是可以到康特拿的 然後現在是他們員工要幫我們serve table serve 然後今天的用餐環境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今天是坐在窗台區 然後可以看到新加坡的HDV 然後我們今天是在Temperney 好 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今天是吃兩個人的套餐 兩個人的Buffet 所以一個人的Buffet是25塊錢 然後它因為新加坡有消費稅7% 然後跟這邊的Service是10% 所以另外再加17% 所以兩個加起來是58塊85 兩個人的Buffet OK 那這Buffet是吃到飽的 那我們現在進來的時間是3點 可以吃到5點兩個小時 所以兩個小時 這樣算下一個人大概29塊5毛錢的新幣 新加坡幣SGD 然後這個是可樂 就可以免費蓄喔 然後以前是你拿杯子到 就是飲料機上面一直輸 然後現在是工作人員送到你桌前 然後這家韓國店 它有分辣的跟不辣的 所以大家可以來 就是吃不辣的人也可以來這邊吃 所以它選擇很多 然後有雞肉 牛肉 羊肉 海鮮都有 OK 我們的餐點來了 這是烤肉 我們點海鮮 魚肉 雞肉都有點 然後這是牛奶湯 然後這是辣椒醬 Chili sauce 然後這邊還有給一些熟食 你可以現吃的 對 然後這兩個是火鍋的 類似魚漿 肉漿 然後這是豆腐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菜盤跟菇菇盤 這是炸魚 是這邊的熟食你可以直接吃的 這還蠻好吃的耶 它本身吃起來口感不會很油 然後外表酥酥脆脆的 然後它那個麵包粉炸是蠻多的 嗯 這個魚火本身會給八分 然後這個是韓式炸雞塊 可是這個是原味沒有辣的 它雞好水嫩喔 然後一點點油脂油脂的 然後它外面的這個 炸的皮裹得很厚耶 這雞我會給四分 然後這個是粉絲 這個也是熟食可以直接吃 這個還蠻水瓣蠻多的 不是說蒜很乾的那種 然後裡面有一些香菇絲 紅蘿蔔絲 然後還有大蒜丁在裡面 不是說很好吃啊 不是說很好吃啊 它裡面還有香菇這樣 還有一點點的這個青菜 這個我快點給我粉 然後這個是 天氣泡菜 這家定製韓國店 如果泡菜不好吃以後都沒有來了 嗯 它醃漬過的程度 沒有到很久啦 感覺沒有很久 不過還算入味 可是沒有完全那種滲透進去的感覺 然後它這個是比較不辣的那種泡菜 所以這個我大概會得8.5分這個泡菜 好這個呢 是魚肉 魚片 英文叫Dolly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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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魚本身沒有刺 然後它有一點點的辣在裡面 我要蠻好吃 而且它還蠻快熟的 這魚我要給七番 給大家看喔 章魚腳 我的手指跟章魚腳 差不多粗了耶 喔 章魚腳好吃 三角八分 給大家看這個 豆腐 喔 它豆腐加牛奶湯很好吃 然後還有這個白菜 它這湯有點那種 大骨的那種味道 然後感覺是充滿那種 蛋白質的感覺 滿滿的蛋白質感 然後這個是新加坡的魚丸 我自己本身不喜歡吃新加坡魚丸 我自己本身不喜歡吃新加坡魚丸 我覺得蛋白質的魚丸 比較好吃 新加坡魚丸都 都那種好Q彈的感覺 感覺這魚丸都可以打配上球那種 感覺這魚丸都可以打配上球那種 感覺銅沙家很多人工天下季 就魚丸都可以四分 水煮花椰菜 然後這個是用白湯煮的 然後這邊有這種棒殼 然後這邊有這種棒殼 韓國辣醬 還滿好吃的 然後這是雞肉薑 雞肉薑彈性很好欸 這個我會給九分喔 雞肉薑好好吃 可以吃什麼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 這是小的baby章魚 它是用烤的 所以有一點點那種焦香味 然後它的醬汁有點 感覺有董陽的味道欸 我們有點董陽嗎 它這邊還有這個 孔雀蛤 那裡面是有肉的喔 哈囉 我之前在澳洲的時候每次都 因為我們叫這個叫muscle 然後因為它會餵它一些海菜 所以我們每次在餐廳的時候 都一直拔這個muscle的那個海菜 一直拔一直拔 拔得好累 還滿好吃的 它muscle味道很香欸 然後這個是烤雞肉 然後這個是烤雞肉 它那個烤雞肉它有充滿那種 BBQ醬汁那種 這個滿好吃的欸 我給9分 BBQ雞肉9分 它就是帶骨羊肉 帶骨羊肉它那個汁好多喔 然後它那種 特製的醃的那種醬很讚 然後感覺 我覺得 它那個特製的只會把那種 羊肉的腥味蓋過 所以吃這個羊肉 不會感到腥味 感覺滿好吃的 這羊肉會給9.5分 中間的塑膏 都在懶不斷 只有醬汁 有點酸 在這裡 有什麼 這羊肉的 一滴 每天 然後 然後 這是泡菜魚 魚的英文叫做 kinch chilapai kinch chilapai 中文叫什麼? 羅飛魚嗎? 對,查到中文叫羅飛魚 味道是什麼 大的話可以這麼大一片 這麼大一片 泡菜果在外面還蠻好吃的 辣的程度一個辣椒 這比高綠小吃 這比高綠小吃 這個9點5分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 按訂閱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有影片上傳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